如各位所见 我 立青 是杀手 这是我的第两万单位 求求你 放过我吧 握出双倍 不 十倍 你那点臭钱 还不值得我破除成功于百分之百的成就 等等 难道你是传说中的 看来你还有点见识 没错 就是我 杀手是我 这就是尾头五 完成这个 我也 靠 踪进了 我说李家少爷 你也莫怪我们而说 我们也是拿钱办事 咱们可是说好了 你要真变成利益 可不要来找我了 怕他做啥 只怪他不长眼 得罪了咱们少爷 这叫自寻死路 可 可是 我不是已经 好痛 这些事 陌生人的记忆 难道说 我穿越了 荒天大陆 以武为尊 强者 开山躲遇 脚踏星河 说者 受人其灵 永不翻山 辞职更是决定了 武者的命运 普通武者 历经艰辛 呕心力血 修为难尽寸 血脉 无成 一朝觉醒 实力暴增 修炼速度更是 扶摇而上 甚至 有望传说中的 圣人之际 这个身体的原主 乃自治平庸之位 却因不明原因 遭同盟暗算 免应惨死后审 偷袭 喊杀 还真是个 倒霉的家伙 喂 说吧 是谁 指使你们来杀我的 啊 你 你挨了我俩 全力一斤 竟然没死 废话真多 让他再死一次 就好了 死吧 这位总该死了吧 重活一事 我可敢信 救死三命 还敢站起 我看你接了 这招还不死 混元几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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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突然就变强了 你 你 不对劲 他一定是被恶鬼附起了 我早就说过 好像闹鬼 刚刚这个班车 突然有限的力量 到底是 你 我 我昏过去了 晴儿 你终于醒了 你可是足足 昏迷了三天三夜 娘好担心你呀 原来是 母亲 娘 发生了什么事 我昏迷了这么久 我在后山 发现你的时候 你已经全身 已经卖尽碎 一定是他们干的 事到如今 咱们也绝不能再忍耐了 无论什么代价 娘都要保你周全 穆夫人 你竟然擅自偷取 祖中圣教 让我们走一趟 娘 你是为了我才 晴儿 你上世还未痊愈 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不用担心娘 娘去去救回 走吧 有什么我同你们到外面去说 既然娘亲这么说了 我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比较好 命真的 不过这次可没有那么好运了 这次可是老子亲自配制的黑玉士骨丸 吃下去 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救活不了你 喂 你是在找我吗 嗨 就不要走了 不对劲 你这个废物 短短时间怎么修为其身这么快 说 谁指使你来恨我的 就想从老子嘴里叫出半个字 是吗 你刚才说这毒药就连大罗神仙也救不了 那不知道你给自己准备解药 别 我说 我说了 李轩 我是李轩 是李湛公子派我来的 他说废物不配待在李家大房 废物必须得死 又是李轩 又是李轩 秦 听到你房间哟 这是 李轩 娘也认识这个人 她的主子是李轩 在族内被称作年轻一辈第一人 传闻她的修为已突破氧气九阶 她与你从小就不对付 她若是堂堂正正找你挑战就算了 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你 几只欺人太甚 娘现在就去找她算账 娘这是受伤了 她刚才出去 是因为我的事和他们动手了 新人还伤了她 给死 娘 这事接下来就交给我来解决吧 清儿 娘 年轻一辈的事 就该让年轻一辈来解决 我不会再让自己轻易受伤了 也不想娘再为我而受伤 这 这没多大点事 刚赶着回来 才会和执法堂的坚守切磋了一下罢了 经过这次我也想明白了 想要不被人欺负 只能自己奋起反击 娘 这个人你找个隐蔽的地方 关上一段时间 剩下的事 我自有安排 娘 这个人你找个隐蔽的地方 关上一段时间 剩下的事 我自有安排 啊 静儿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 你好像突然长大了 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 娘都会支持你 这个李轩 我就先关起来 你先好好休息 自有安排 要不是我 以你那三脚猫的功夫 能在这修行大陆活几天 什么声音 这光 这是哪里 不好 敢攻击我 看着 我小群 攻击不起作用 有什么东西 有金大老了 混沌瘸 功法 嗯 你终于来了 什么人 我是这个空间的气灵 木子远 我等你很久了 气灵 你在这里等我做什么 我被限制在这片封寸之地 已经很久 需要遇见新主人的帮助 才可以脱困 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 可你我非亲非故 我为什么要帮你 我掌握着上百种金法 补迹和大量炼药之神 只要你拜我为师 并助我脱困 我就全部传授给你 拜师就算 你看起来也没比我大几次 不过 帮你脱困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也可 这里有三样东西 对你现在应该比较有用 就当是见面礼物 剩下的 等我脱困后再给你 把玉剪放在额头上 几颗领 内容自动浮现在脑海里了 炼回用于提升活力的辅助方法 初级单要响起 炼药术入门 成品可以快速提升氧气气修为 且根基稳固 东西没问题 确实对我很有用 这单我接了 你要我怎么帮你 你帮我把这个符咒撕下来就行 这个符咒 只有你可以触碰 记得 要全部撕下来 好啊 真有这么简单 这个符咒贴得还真紧 有点难撕 慢慢来 不急 不过记得 一定要整个撕掉 总算弄下来的 木子元 你怎么了 终于 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你做得很不错 人挺聪明 可惜就是有点太天真了 你 不过大家难得相识一场 我就大方思悲给你个痛快好了 废物 哼 李轩失手就算了 我让你们去把他找回来 都几天了 人呢 说下不知 李天秦这废物 怎么就这么命英 不过没关系 这次不行就再来几次 总有得手的时候 我就不信他妈还能天天护着他 你们继续去找李轩 同时也盯紧李天秦 一旦他踏出院子就 就怎样 你是 李天秦 你是怎么溜进来的 这你不需要知道 你不是要盯着我吗 我现在亲自来了 你打算怎么做 怎么做 自然是送你上黄泉 给我上 是 是 是 还是得我亲自动手 哼 没想到你这废物还有点本事 不过一切都结束了 去死吧 两七八截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提升这么快 难道你一直在隐藏实力 难怪我之前会失败 你这混蛋 隐藏得这么深 如果我已经快要突破时间了 七七八截 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 不孝久 我也 也 经过一军事实 这威力 怎么可能 骗我当中 李战 你屡次算酒 害我重伤垂死 令我母亲担惊受怕 以至于擅自动用族内秘药 被大长老责问 种种罪行如今算来 我只要你一条腿作为代价 不过分吗 等一下 我可以给你赔礼道歉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 求求你大人有大量 给我个机会 给你机会 当初有给我机会吗 不要 小畜生 住手 好强的气势 没人 是朱丹琪吗 天明 你果然来了 爹 快救我 李天琴 你死定了 我爹来了 你赶紧跪下来求我 我还可以 我走 李天琴 你的小畜生 竟然下如此狠手 我这天就无得你了 死光 我怎么动不了了 堂堂分家家主居然出手偷袭小辈 真是不知羞耻 是你 沐月 好好好 你别后悔 要后悔的是你 怎么会 小沐月 你们母子二人残害同族 我一定要上报长老 召开长老会审判你们 你们给我等着 不用等了 我们现在就去找长老 看看到底谁才要被审判 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小事 你先是私自动用生骨丹 现在又将天明李战两人 押送到义士堂 并擅自召集众长老举行族会 若无合理的解释 即使你也是我们李家长老之一 也得接受我李家族规惩罚 大长老 启禀大长老 是我母亲大人召集各位长老前来 李战也是我抓来的 因为他们犯下的错 需要长老门裁决 好你个李天勤 毫无手足之情 不但把李战打成这样 还敢到我们面前恶人先告状 毫无手足之情 我看毫无手足之情的是李战才对吧 竟趁我外出派人复杀我 幸好我命大 今天才能站在各位面前 二长老 他们既然能当着大家的面说这些 想必不是毫无证据 天勤 你说李战复杀你 可有证据 大长老 人证我已经有了 物证 暂时没有 不过我有另一个最可信的证据 这 这里是 我怎么会在这里 李天勤 战兄 你怎么算行 大家还等着你的证词 你这个混 我的腿 我的腿 天勤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为什么 只是抓他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他的腿吧 随便僵养一下就能喝 好 恐怕 义士堂不是拿来给你们打斗的 天勤你说的最可信的证据在哪 所以李战 快跟脚老门说你是怎么安排人刺杀我 失败后又想对我吓了 天勤 你在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 我怎么会让人 天勤 你这个狗东西 冲上 当时我就应该再多派几个人彻底弄死你 这废物只是运气好 脱身的大方 凭什么占有家族最好的自治 那些应该劝给我 统统都是我的 大长老 李战本人的证词 够可思考 他既然承认了 那就按族规来处理 但是 天勤 我们李家家大业大 要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生存下去 除了族内高手之外 更重要的是足够的年轻天才 才能保证家族繁衍下去 而李战年纪轻轻 已经是氧气九阶 氧气七阶 不 十八阶 我记得天勤停在氧气二阶 已经很久没动过了 怎么现在一下子变八阶了 是啊 难道他一直在隐藏实力 我原本是氧气二阶 服用了母亲的生骨丹后 突破到了氧气三阶 之后我还到了这个 这是裴炎灵液 是我最近认识一个炼药师朋友练着的 依靠这个 我数日内连续突破到氧气八阶 而且我可以每隔一段时间 炼制一批裴炎灵液给家族 帮助家族培养更多人才 肥原灵液 我听说它是一品丹药里几乎最好的那种 我也听过 这个灵液对氧气七非常有效 依靠这个可以快速突破到氧气九阶 并且根基稳固 不会有后遗症 但炼制过程繁杂困难 不是三品以上的炼药师 根本无法大量炼制 想不到 天勤竟有幸认识这样的炼药师 有了它我们能快速培养出一批年轻族人 很快可以成为家族中间力量 将来突破的可能性比其他人更高 炼药师朋友 很不错 天勤能有这样的际遇 还愿意为家族未来着想 确实是为李家做出了很大贡献 来人 把李战和李天明降下去 关入牢房 这家族还真现实 放开我 你这古东西 知道我是谁吗 各位长老 王家突然登门造访 人已经请到大堂了 王家 客人们 你们不能直接进来 李家长老们 王家上门拜访 为何不出来迎客 我们两家历来交好 这次王家招呼都没打 直接上门 难道是有什么钥匙 王家的各位 怎么有空来拜访 真是有失远迎 亲爱 您感觉王家这次来者不善 无妨 兵来将挡水来吐烟 我们随机应变即可 没想到袁深还有个未婚期 不过看这阵势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各位 我们王家这次前来主要是想见一下李天晴 他在何处 他刚好在这里 李天晴 还不快出来见见我们的亲家 你就是李天晴 正是 听说你近十年一直卡在氧气出奇毫无进步 对 不过最近 能躲掉我公鸡 还算有点不错 我们奇妙就打人 你是老旧病了 好快 亲爱 我认出他来了 他是王家年轻一辈第一人 王栋 他不是早些年出去历练了吗 怎么没听说他回来了 听说他历练之前就已经陪元一间了 太弱了 李家大长老 就他那种实力 怎么配取我的表妹 王家瓦儿 你与天晴实力相差甚远 还出手偷袭 未免太过分了 李家大长老 我只是替我表妹担心 亲手试一下他未婚夫的实力 没想到他实力如此不济 我看他和我表妹王玉的婚约 还是取消了吧 天晴和王家丫头的婚约 是老夫和王雄老哥当年定下 就算要取消 也得他亲自来跟我讲 亲哥 你没事吧 没事 小伤而已 以陪元二阶的实力 偷袭出于氧气气的人 那么王家就是这样叫 伯母万福 表哥他只是太担心 我的将来才出手的 请你不要怪他 爷爷重病在世 恐难以长久 为不耽误天晴哥哥的未来 他命之女前来商量退婚之事 为表歉意 王家一三香 共三百瓶陪元灵液 作为陪礼 李家历来没有专属炼药师 想来这批灵液 对李家大有帮助 此事重大 王雄老哥病重 我竟然不知 不如老夫先去王家 看望老哥 再与他细说此事 若他真的同意 我们两家婚事 就此做吧 多谢李家长老好意 家中的药师说 爷爷的病需要安静休养 我便剑客 嗨 我说你们李家就别装我作样了 谁不知道这些年来李家实力衰退的厉害 草旧没有自己的炼药师了 裴元灵液也买不起多少了 你说什么 这小子 竟然小看我们 谁说我们李家没有裴元灵液 炼药师我也认识 而裴元灵液这种货色 要多少我有多少 天秦确实有一位炼药师好友 也愿意给我们提供裴元灵液 难道李家有什么规予 怎么会 我觉得或许我们不退婚也可以 两家联合会更强 王家的婚事我不稀罕 但你们上门羞辱我们李家的事 不就这么算了 黄豆 三个月后 你我一战 你赢了 我接受退婚并向你赔礼道歉 你输了 我也接受退婚 但你得荡着李王两家所有人的面大声承认 你输给了我 并且以后见到我要绕着走 是 李天晴 你想找死我成全你 三个月后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走 他怎么敢跟表哥这么说话 他一起命命 你来了 也就是说 刚解决完李战 又冒出个实力更高的王栋 你惹事的本脸不小啊 我找你是找打赢王栋的办法 不是来听你讽刺的 办法当然是有的 那就是将修炼速度再加快 若能突破到培元七 你与王栋尚可一战 不过 你得帮我解开封印 这符咒撕不开 看来以你现在的实力 还无法解开封印 这样吧 只要你帮我做两件事 我就帮你加快修炼速度 说吧 只要不违反我的原则 我应该可以答应你 第一件事 就是帮我去你们李家后山 寻找回两件东西 第二件事 就是帮我找一个徐元的人 第一件事我可以答应你 第二件事 关于那个徐元 还有其他信息吗 比如长相 实力之类的 第二个不急 你暂时只需要知道他的名字 其他的 我以后再告诉你 行 我先准备一下 明天就去后山 穆紫园 你确定是这个方向 你没耍我吧 应该是这样没错的呀 我明明把东西放在 可从刚刚开始 我们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 对了 我忘了我在这附近 还设了一个简易的幻阵 镇内机关不少 最好别乱 我都说了简易幻阵 起码对以前的我来说 是很简易的 哎呀 李天琴 想走出这个幻阵的话 你一定要相信我的指令 我凭什么相信你 哎 你现在只能相信我 就是现在 你停车 就死吧 李天琴 我这个幻阵的出口 射在最危险的地方 哎 搞瘦 你停下 出口射在最危险的地方 我坚持这么做了 恭喜 看来你选择对了 嘿嘿 紫园 别这么激动 你看你手上的是什么 这是 这就是你要找的东西 令牌就算了 这块镜子一看就不凡 你竟然一点都没动心 虽然你很无耻 但达成的交易 我会尽可能遵守 生气时能强行控制自己 遇到利益时 又会遵守约定 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 李天琴 李天琴 接着 刚刚是什么 墓园心境 我以前的护身法宝 这就是我答应给你的帮助 刚刚这还只是 他的自主防御 你滴血炼化之后 他能根据你的修为境界 调整防御范围和强度 还会大幅度提升你 吸收灵气的速度 让你修炼比别人 很不错 有了这个 击败王洞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 墓紫园 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 把自己的法宝送给我 我现在用不上 而且我还怕你被人随手弄死 没人帮我解开封印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飞天猫 嗯 我也没见过这种妖兽 我 那一眼神奇的妖兽 应该是你脑子 不过的经济 但他也会 把财数吸血 在这里打气 我没有必要跟他战斗 还是赶紧离开吧 嗯 趁他现在还没攻击 我们快点下山 墓紫园 我突然想起衣服还没收 下回去了 你这家伙 只能靠自己了 完美了的呀 逼我的 好厉害 这只到底是什么要烧 别急向我来玩 你先补充一下 逼我的 他喜欢吃培圆灵液 很抱歉 拿走了梦园心境 让你没了修炼的地方 但现在的我很需要他 我身上就剩这些培圆灵液了 你吃完后 就再找个元气多的地方修炼吧 我说了 这些食物我身上已经没了 还要的话 得回家练制 你还真不客气 不愧是我看中的人 这么快就收服了这只妖兽 虽然我还认不出他是什么妖兽 但他潜力肯定非常高 你以后要是能跟他订下契约 又能多个得力帮手 你好意思说这些吗 有时就第一个跑 不是跑 是刚好有急事 不说这个了 趁这里比较偏僻 你先把梦园心境练化 感受一下他的能力 首先 把你的一滴精血 滴在梦园心境 好 现在全身心的练化了 当它全部融入你身体内 就算练化完成 之后你就能操控它了 这就完成了 速度还挺快 不过 这只是初步练化 你要发挥它的真正实力 会远远不高 怎么感觉防护比梦练化墙还弱 之前能挡住我一招 依靠的是梦园心境 被动积累了许久的元气 你重新练化之后 自然就消散了 以后你掌控的越深 它的防护越强 同样 修炼方法的加速就越快 除了自身修炼方面 丹药方面也要跟上 之前培元灵液的材料 真的差不多了 培元丹的材料 也要开始准备了 有了它 你才能突破氧气时间 进一切到培元机 我先去试集找一下需要的材料 基本上买的差不多了 还差一味药材还得看 前面有人打架 快去看看 好像是几个恶棍 在欺负一个女孩子 哎呦 小美女还挺烈的 你伤了我霸消的人 除非跟我去喝一杯 当赔罪 否则 休想 我刚刚在桥上走得好好的 是你们先转过来 还动手动脚我才反击的 听说那位姑娘 在打探亲人下落 没想到被霸消盯上了 又是霸消 你说前两天 他调戏张家的姑娘 把张老头都气死了 要不是他家还有点事 就他做的那些混账事 早就被打死了 走吧 小美人 我在宜春楼定好了位置 陪我去喝一杯 什么哥哥姐姐的 你也可以脸不要脸 他让你放开你没听到吗 是谁 敢管你罢消大爷的事 我是谁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 再不放开那位姑娘 会倒大 敢跟我这么嚣张的人 都没好结果 老侯 二宫 给我 你是在找你的手下吗 什么时候 你这小子 还想英雄救美 我可以拯救 在我养七六七的实力面前 他把被帮母给我 是手 死 要死了吗 不能 这里是 这是我让人从姑娘住下的客栈 拿回来的包裹 东西应该没漏啥 谢谢 不知公子是 忘了介绍 在下李天晴 之前姑娘陷入昏迷 只能带回我家照顾 冒犯之处请多见谅 对了 姑娘的衣物都是我母亲帮忙换的 没事没事 我还要多谢李公子才对 要不是你 我可能 我叫江红云 因为与我从小相依为蜜的姐姐突然失踪了 所以离家寻找 我打听到姐姐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 就是出云城 不知道 公子有消息吗 说到没有 不过我可以安排人帮忙寻找 江姑娘不介意的话 可以赞助我家休养 顺便等待消息 没想到我的儿媳妇这么可怜 小小年纪就离家寻解 还要被人欺负 我亲 都说过我只是救了江姑娘 我们之间是清白的 快来人 叫郎珠 清白 就算是救人 但你又亲又抱的 人家姑娘清白早就没了 当时情况紧急 我肚气给她是为了救她 我后面还特意避开人群把她送回来了 反正我不管 这儿媳妇 我认定了 你赶紧帮人找姐姐 知道了知道了 总算养气时劲了 没想到第十节需要的积累 是前面加起来的数倍 依靠培元丹 墓园心境和混沌局 才能这么快完成 可惜离培元器 紧一步之遥 当然 培元丹被某只懒妖兽 吃了一大半也是一大原因 伯萱 你就不会反思一下吗 天秦哥哥 伯母让我 红鱼 你赶紧穿上衣服啊 天秦哥哥 明天与王栋的比武 你有信心吗 听说他早已是培元器 当然没问题 我也将准备好了 我相信你一定会赢的 三个月前 我们两家约定 今日以比武的方式 解决李王两家婚约问题 准备开始了 哎 闹这么大了 不知道最后 谁家要丢这个人 我听说王栋大哥 已经突破到了培元二级 那个李天晴 好像还是养气气了 最后落的大庭广众 被女风退荒 李家也是不行了 结果是你家小姐被当住退了 那这辈子就没人要了吧 胡说八道 你说 当初私下退婚 你是顾及李家颜面 你们还分要搞这么大排场 我是想帮也帮不了啊 不劳大驾 我李家的颜面 自当自己维护 李天晴呢 还不赶紧上 是丢不起人想反悔吗 亲爱 一切要小心 天晴哥哥 你一定能赢的 好 你 学一个机会 只要现在跪下来 我就放了 少废话 动手啊 我宣布 李夫现在开始 很重 怎么会 明明躲开了 小子 对面用的是黄阶高级弓法 聚灵拳 这个拳法特别是可随时变大变小 而且大成之后 其真实攻击范围 比你实际看到的要大 大成聚灵拳吗 看来很难躲避 只能硬扛了 看来你知道躲不了 那就给我躺下吧 什么 这 这是什么招式 直接把聚灵拳化解了 我也没见过 但感觉不比聚灵拳弱啊 中谋作相 我看你这次怎么等 这招反不住小子 快退 天晴哥哥 没输 你中计了 总算结束了 还挺难缠 这 这以前是还给你的 我竟然 好好好 我之前只用氧气气实力对付你 看来是错的 就让你见识下 黑元旗真正的威力 虽然现在负责 全身有点勉强 但是他的全分散之后 威力应该也会下降 成功了 你去反击了 我之前只用氧气气实力对付你 看来是错的 就让你见识下 黑元旗真正的威力 十一灵招 你说氧气气了 黑元旗的都不一定能打得破 王东认真了 小子你完了 我不会坐以待毙的 却还没有权力吗 糟糕 心情今天已经无法使用了 我孝全 也白费力气了 我也不跟你浪费时间了 快点结束吧 玄阶出阶的小影雷厥 而且还借助天雷珠强化威力 王家这是在耍赖吗 我们之前好像没说过 不能借助外物吧 毕竟外物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吧 受死吧 看你浪费的样子 李天协 你不是很神气的说要退婚吗 有种别躲呀 你赶紧 你可 动不了了 你发现了吧 中了我一招引雷绝 除了受伤以外 身体还会麻痹一段时间 李天协 你已经输了 不过为了体现我的大度 我给你五夕时间站起来 开始 一 哎呀 你要是现在帮我把封印撕掉 我不但能马上救你 还能把这个可恶的王东打趴下 二 谁让病毒发动 三 会再体内窜流 更能够应该及吸收 不要再这样用雷电了 你只要圣之不攻 你这家伙 我为何要顺你的心意 你越胖 我越小胸 别 原来如此 父母 天卿哥哥他 我们要相信 秦爱 你这个卑鄙小人 有本事给我个痛快 死到灵头还嘴心 那就如你所愿 如我所愿 真是卸下了 灵卷突破 这毒不被远期了 灵 写书吧 啊 王东 跪下认输吧 哎 休想 要么被我当场废掉 要么兑现承诺 你选哪样 我 我王东输给了李天琴 以后我看到李天琴 都会自觉绕着走 绝不敢出现在他面前 有了 是我们李家赢了 李天琴好赢的 天琴既然赢了 我们李家正式退掉 与王家的婚约 退婚书请王家二长老收好 哼 解羞辱之池 不会就这么结束的 我李家随时像今天这样 接受挑战 天琴 你这次做得很好 全族以后会全力提供 你需要的修炼资源 多谢大长老 殷太极居然能内化吸收 要在修炼中好好研究 大有用处 天琴哥哥 王羽 你自己一个人 坐在这里干什么 我 我在 小鱼 他在这里不要出声 姐姐待会就回来找你 姐姐 你也一起躲进来吧 小鱼听话 这样我们谁都躲不掉 你们这些混蛋 有本事就跟过来 在那边 追上去 我 我想姐姐了 她这么久没消息了 是不是出事 你别哭啊 你姐姐肯定没事的 天琴哥哥 你能教我修炼吗 怎么突然要修炼 昨天的战斗 让我明白了只有自己厉害 才能保护周围的人不受欺负 好 我来教你 那两侧比较适合你用的功法 分别是水石剑绝和鱿鱼身法 谢谢天琴哥哥 宁气于气 平原环绕为云 我示范给你看 范 天琴哥哥好厉害 我也要试试 完全不行 这个招式完全发动不出来 联系 我来带你 闭上眼 集中精气 这剑法讲究运气 将全部的注意力 汇聚在长心 成功了 才这么小的口子 什么叫这么小的口子 这已经是极有天赋的天才了好吗 你知道正常人要花多久才能 看来你很有修炼的天赋 比刚开始已经好太多了 现在还需要搭配一个合适的修炼功法 真的吗 我再问一次 这样练功你是能接受的 对吧 嗯 接下来 我会把元气输入你体内运住一次练功 你要仔细感受 跟着运转 好 好的 天赋哥哥 这是正常的吗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为什么我俩元气会交融在一起 没好处的事 我才不会说 怎么会 我总有一天会杀了你的李天勤 你 到底 哪里 什 什么 这 这是 难道这个黑影是真实的 想要我的命吗 这招要结合步伐 再来一次 好的 怎么 这么困 这几天晚上都去干嘛了呀 你真的看不出来我脖子上有任何异样吗 我怀疑我被麻烦的人盯上了 看不出异样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这个人的能力应该在我之上 比起你更不知道高到哪儿去了 那你再给我点 给你的够多了 也没见你给我找东西找人 不干了 不干了 天勤哥哥 我练完了 说好的 你要陪我去买东西 我们走吧 天勤哥哥 你看这个适不适合我 不错呀 很漂亮 婆婆 这个我们要了 这个 我 我不能卖给你们 你们 快 快放下 走吧 婆婆 为什么有生意不做啊 我这里是王家看的摊子 他家放花 谁跟天勤少爷做生意 就找谁麻烦 我惹不起啊 净搞些偷偷摸摸的手段 也是麻烦 婆婆 没关系 我们去别地方看看 我自己麻烦倒是没什么 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啊 要是我进了玄天正宗 我就要去学好玄天部 回来没人敢欺负我 没出现 我就要去学好猎药 能赚大钱 你们这是去干什么 你忘了 半年前就通知 今天要公布玄天正宗报名人选 全都去练武场看热闹了 如今我们与王家对立 更需要我李家男儿 在出云城中的玄天正宗里 打出名声 才能在这里拥有更大的势力 出云城 没听过的地方 说不定在那儿能找到 跟牧子园想要的东西 和黑影的线索 我离开王家的视野 也能让母亲和红衣轻松点 大长老有此愿望 应该让我去参加 玄天正宗的选拔 对啊 李天强能打败王杜 身手了得 现在年轻一派里 救赎他厉害 一定要把他加到名单里 我也同意 不行 李天晴不够格 不够格 二长老觉得 谁比我够格 可以拉出来比比啊 你们 哼 李天晴加入选拔名单 希望你能够不负众望 我李家将是你坚强的后盾 有大长老此言 天晴必竭尽所能 李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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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没关系 我早有准备 让红鱼跟你一起去 有我的未来儿媳照顾 我就放心了 红鱼 天晴哥哥 没事吧 天晴哥哥 你就让我跟着吧 而且你看我 还要找姐姐呢 好吧 一路顺丰 一定要好好培养感情啊 我们出发吧 汤哥 等 等我一下 不愧是我汤哥 竟然能倒立说话 是你反了 还有你是谁 我怎么不记得 有你这个亲戚 关系再远也是亲人啊 汤哥跟王栋一战 名阵四方 我礼不迟万分仰慕 望汤哥给个机会 让我跟着好好学习吧 不要 汤哥 你就收了我吧 我什么都能干 洗衣做饭 护卫探路 我都擅长 天晴哥哥 他这么远跑过来 现在赶他回去 似乎不太好 对啊对啊 汤哥可以看我的表现 不好的话 随时能赶我走 好吧 汤哥 我们走这边 汤哥 你看我找到了啥 你的身后 我找到 蜂蜜了 你先擦点药吧 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嗯 那我先去弄点柴火 天晴哥哥 我有些事想离开一下 快去快回 天快黑了 以外可不怎么安全 好 一路顺风 一定要好好培养感情啊 我们出发吧 汤哥 等 等我一下 天 哇 无愧是我唐哥 竟然能倒立说话 是你反了 还有你是谁 我怎么不记得 有你这个亲戚 关系再远也是亲人啊 唐哥跟王栋一战 名震四方 我礼不迟万分仰慕 望唐哥给个机会 让我跟着好好学习吧 不要 唐哥 你就收了我吧 我什么都能干 洗衣做饭 货卫探路 我都擅长 天晴哥哥 他这么远跑过来 现在赶他回去 似乎不太好 对啊对啊 唐哥可以看我的表现 不好的话随时能赶我走 好吧 唐哥 我们走这边 唐哥 你看我找到了啥 你的身后 我找到蜂蜜了 你先擦点药吧 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嗯 那我先去弄点柴火 天晴哥哥 我有些事想离开一下 快去快回 天快黑了 以外可不怎么安全 好 不吃做什么就算了 红鱼怎么也去了什么酒 还是去找找吧 是红鱼带叫啥 快别过来 快放开我 放开他 天晴哥哥 你来啦 抓紧我 没事吧 你先不要看我 好 好 你行 放肆 我理不知 的唐哥 可是轻松碾压 培圆二届的高手 哇 好大的章鱼 我们的晚餐 有着落了 哈哈哈 经过这次历练 我感觉到 培圆一届的瓶颈松动 通过玄天正宗的考核 应该没问题 老大 前面好像有人 今天总算能开张了 希望蛇 这片地都归我霸虎大爷管 想活命就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 堂哥 快保护我 天晴哥哥刚刚就一直好吵 这些是什么人 还有个小美人 要出他 本大爷倒是可以放你们一马 你们这群不长眼的 信不信我堂哥收拾你们 你以为这样能吓到我 嘿嘿嘿 小美人 乖乖跟我走 保证你以后吃香 挺屈廉耻 呸 你竟敢伤我 你这臭丫头找死 你说 谁找死 啊 我的手 你们等什么呢 要我上 吃 不吃躲起来 不愿 你小心一会 嗯 天晴哥哥 你也要小心 让你尝尝我斧头棒的厉害 嗯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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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们保证不伤害你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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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晴哥哥 什麼 你是 可惡這麼多人都沒解決他 還來了幫手 打砸車 是誰 不看一跡 老大混蛋啊 快點逃啊 我的手 你們這群笨嘞 別殺我 別殺我 我們也不想的呀 沒資格活下去 我家裡還有老又小 求求女校給個機會 留我一命 我這個年齡 應該有自己的家庭了吧 感謝這位小姐出手相助 不過我覺得不必痛下殺手 他們全是出雲城通緝的罪犯 你不足欺 既然是被通緝的 把他們押回受审 償還自己的罪責及格 小姐也不必在這野外生他 你這是在諷刺本小姐嗎 不是就你原地等我嗎 嘿嘿嘿 我的傷也不是很重 聽到沒動靜就趕過來 喂 你無視我 哇 唐哥 這又是在哪找來的仙女啊 這位是救我的恩人 對了 還沒問恩人姓名 我叫上官菲宇 想要妹妹如此懂事 我肯定要救 不像有些不懂理情的人 我叫李不吃 上官仙女 你不僅人這麼漂亮 連武功都這麼了不起 过奖过奖 这样才对你 上官姐姐 杀掉这么多人 我有点害怕 你觉不觉得 戴卫城里交给大老爷们去处理 更好一些 既然你害怕 那就把他们带回去吧 天晴哥哥 上官姐姐很通情塔里的同意了 那上官小姐继续忙吧 我们将劫匪带回去 就此不过 此人有些难搞 最后不要深交 初云城我熟 我带你们去府衙 更何况我救了你 不说有什么报答就算了 还要赶我走吗 对对 我们一起进城 要好好报答一下上官姐姐 这些人都是谁呀 好像是霸虎的手下 这次竟然被人一锅端了 我认得前面那位 是上官家的姑娘 这已经是她抓的 第几匹恶人了 真厉害 哇 原来上官姐姐 不仅人美实力强 在这里还这么出名啊 对啊 周围的人好像都喜欢你 她家太过誉了 怎么样 不错 我看周围的人 似乎都挺了解 上官小姐的厉害 你 懒得和你说 红鱼 你那哥哥就这样对人的 不是的 天晴哥哥平时很无辱的 那就是在针对我 这 算了 本小姐看在你的面上 就不和她一般见识 接下来红鱼 你有什么打算 难得了 出云城 我们想在城里到处看看 上官姐姐人美心善 你就带我们参观一下吧 拜托了 上官小姐应该很忙 你们不要 可以啊 等押送完 我带你们过 哼 你不想我去 我偏要去 就要看你一脸不愿 又阻止不了我的样子 你脚受伤了不方便行动 就留在客栈休息吧 我也想跟着去啊 可恶的堂哥 我的脚明明没 这里是出云城最大的交易房 横通房 在这里 你想要的东西 基本都能找到 看起来好气派 这么大的口气 倒要进去见识一下 接下来拍卖的是 寒羊草 寒羊草 这个可是用来炼制二品炼体丹药 寒羊丹的主材料 我之前在镇里找了好久 都没有找到哪里能买 这里偶尔会有一些稀有药材拍卖 和你那种乡下地方可不一样 一万两 一万三千两 上官姐姐 他们抱的价是白银吗 白银只是小地方的起拍价 这里的拍卖都是以黄金起拍的 好贵 天晴哥哥 我们这么快走了 东西是好东西 可惜我们现在没什么钱 留在这只是浪费时间 以后再来 以后再来吧 等等 今天压轴物品来了 看完再走也不迟 那是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压轴物品 宁丹丸 它的效果想必不用我多说 起拍价 十万两 运气真好 我最近刚好要突破 我出十一万 别以为只有你需要 十二万 十四万 宁丹丸只是三品丹药 作用也极限于帮助培员期 拖不到助丹期 为什么能卖这么贵 什么叫指示 你以为三品丹药很常见吗 与你的见识 估计不知道炼药师的数量 是远远小于修炼之 说起来刚刚参观丹药店时 看到的丹药品级 最高都是二品 炼药师这么吃香吗 我们走吧红女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不过 我想到了一个赚钱的点子 什么点子啊 所以你知道三品丹药有多 李千青 你这家伙竟然敢抛下本小姐 请各位 依照抽签结果 前往相应比武场 没能抽中跟天青哥哥 一个比武场 出事很简单 也没问题的 我们一会儿见 那天青哥哥 你通过之后一定要来看我 堂哥 太好了 我跟你一个组 你这是在干什么 这大热天 有好多人想吃西瓜 而且他们用的是筋子 我已经小转 快 别当我们少门主的道 哪来的穷三下人 别想进宗门 晚日做梦 赶紧爬 你少放屁 我堂哥比你强一百倍 江八楼还是回去种田吧 别浪费时间了 看他们那熊样子 趁着没惹到少门主 赶紧跑啊 绿光 元气测试合格 进入初级对抗测试 看见我堂哥的厉害了吧 你也去测 堂 堂哥 我可能不太行 比起老家的测零食 这个就是垃圾 你尽管放心测 绿光 元气测试合格 进入初级对抗测试 耶 堂哥 我真的通过了 啊 他们这么厉害的吗 真是小看他们了 确实是垃圾 少门主无敌 要不是运灵石垃圾 你们怎么能过 趁着还有点理 早点滚吧 啊 合格 对抗测试我要跟这个人比 我要打烂他 可 可是 规则是要重新冲 无妨 正合我 须让我有一瞬间的丢人 别想轻易的回去 让你死 三十三号李天勤诚 小姑娘家家挥刀弄枪的可不好 不如跟我回家 让我照顾照顾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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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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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无敌杀包拳 啊 啊 好强的意气 啊 你不吃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啊 啊 第一阶段考试结束 进来 通过者 随我出发 无愧是玄天正宗 好强的地人 好厉害 哇 这座玄山就是接下来的考核 只要能沿路登上山顶就算通过 好多人啊 天勤哥哥 我们不用赶上去吗 这次考核应该没那么快结束 我们先看看其他人的情况 再做决定为好 没错 我们这叫螳螂捕蝉 黄 小心 啊 啊 啊 快跑 太恐怖了 前面考核出人命了 上面写着 永字 除此之外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看来这门楼大有喧气 不吃红鱼 进入之后 千万镇定行事 国数一二三 我们一起进去 一 二 四 你送我鱼 看来我们进入了单人 想起来 大亚 阳哥 救命啊 大亚 幻境攻击果然无法上往 可 伤菲亚如此误实是为什么 亲像幻境的东西 也因而一起烧 往苍前 孝全竟然沾染了凶兽的气息 天勤哥哥说过要镇定 我 我才不会怕你这种假货 我还要和天晴哥哥一起通过考核 小小龙王 龙泉 太好了 看来我们是通过了 不吃呢 应该不至于在里面尿裤子了吧 完蛋了 完蛋了 堂哥 这里太恐怖了 我想回家 堂哥 这里太恐怖了 我想回家 啊 我想回家 我的真难看 我能废 教室教室 吵死了 瞧瞧你现在的样子 还不如去死 求求你们 不要打他 小废物的爹就是个老废物 就不停 要本事你打赢我们的 干嘛要死缠烂打地跟着我 堂哥 我想变得跟你一样 让瞧不起我家的人全都跟我道歉 只是跟着我让我庇护是没用的 记住 自住着天住着 啊 堂哥 这什么意思 靠自己努力解决问题的人 连老天都会帮你 我起码要轰轰烈烈尝试过 这可是和堂哥说好的 笑死吧 啊 我出来了 本官在于是否有你反击 看来你小子也有点成长了 武池 恭喜你过关了 堂哥 咱们赶紧去下一关吧 嘿嘿 第二关 我也会跟刚刚那样轻松通过的 别太大意了 这里是 李家 我的卧室 还穿着前世的衣服 一号 御班值到手了吗 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回来覆命 首领 我 这不是一号的生意 你把一号怎么了 武池 你是谁 武池 霸占了我儿子的身体 还敢叫我母亲 快把我的情儿还回来 把他还给我 就是你读上了天晴哥哥的身体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竟敢冒充我堂哥 武池 不是这样的 我是 我是黑道杀手一号 目标已解决 完成任务是杀手的第一院子 别杀我 可惜我没得选 出门在外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律师不要冲动 堂哥 我真的通过了 我 我是玄武大陆的李天青 不管是黑道杀手一号 玄仓大陆李天青 所经历的一切尽为真实 就是我 无论以前 还是以后 这是我小时候和姐姐偷跑出来玩的地方 红雨 刚刚去哪儿了 一阵子没见 姐姐都想红雨了 姐姐 所以 为什么不来找姐姐 姐姐你听我解释 怎么 是不是有了自己的天青哥哥 就忘了姐姐了 最近还学会了修炼 过得还挺滋润 我看 你根本就不想来找我 红雨你忘恩负义 红雨你知道姐姐我现在有多苦吗 你就是故意不找我的 想让我自生自灭 你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是我的妹妹 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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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 真的很对不起 姐姐 自从我们分开后 我一直在找你 但失去姐姐的保护后 我才发现自己是那么弱小 如果踏上修炼之路 是为了有足够的力量 找到姐姐并保护她 我好想她了 所以虽然你是假的 但还是很感谢你 让我见到了姐姐的样子 你的灵魂 竟没受到我的干扰 你在进入环境内那一刻 对我不会起疑心才对 冲此一生 必须无解 若有动摇 生死相灭 灵魂誓言 可抵御心魔 但是一旦有些微遗忘 便会伤及自身 你还真是个傻子 虽然你不是真的她 但我还是想说 姐姐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我会等着你来保护我的 傻妹 这女娃好像算是快的 等等 好像有人没遇到心魔 就直接过关了 不可能 难道环境出故障了 带我看看 啊 都快到山顶了 怎么还没出现考验 等一下 该不会这也是幻觉 看似快到山顶 其实还在 远远